Service的那个大教授来给我们来讲课 就讲一讲这个生理期 然后我们的女孩子怎么样保护自己 怎么样疼自己 怎么样爱自己 然后我们听她讲的同时呢 我们手上还是要继续做我们的日常的护理 我们要洗脸 然后我们要做脸 清洁保养都要做起来 然后你可以看视频 看我们在忙什么 然后同时呢 耳朵里边听着我们的这个教授 她在说什么 好 Done 你的时间了 好我现在来share screen啊 大家可以看到吗 可以 可以看到 好的 好的大家好 晚上好 我叫Done 我住在David's 在加州的David's小镇上 我的专业呢 跟护肤美容一点没有关系 所以我今天的讲课呢 是我的那个副业 所以讲的不好 大家见谅 今天我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特殊时期的保养方法 也是因为我们大家的美女们每次每个月经历过这个生理期还有那个孕期都会知道有很多苦恼 比如说抱痘 然后皮肤暗黄啊 还有肝啊 这些问题都是在经期出现的 所以我就选了这个主题 也想自己去了解一下这个特殊时期的保养方法 所以呢我们就先讲一讲这个经期的保养方法 这个经期呢 这个经期呢主要是人的主要是我们这个女性的生理期 这个生理期呢 其实有四个主要的阶段 每个阶段呢保养的那个重点其实也不一样 有月经前的一个星期 然后在月经中期 还有在月经后一个星期 以及月经的后两个星期 因为每个时期的皮肤的特点不一样 所以呢要利用好这个时期 针对性的做一些皮肤的管理 所以这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可以日常能够用到 那么在第一个月期前一个星期呢 这个星期其实是一个非常暴躁的时期 大家也都知道 是一个抗痘的黄金期 主要是因为身体内呢 有很多黄体素的分泌处于高峰时期 然后那个雌性激素也会上升 皮肤就会有非常多的油分出现 然后呢角质也比较肥厚 会堆积在脸上 所以就引起毛孔粗大啊 代谢缓慢 然后就会引发一些青春痘和粉刺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在护理中间一定要深层的清洁 这个清洁呢 主要是为了调理这个油脂分泌 来加强这个角质的代谢 所以让毛孔可以自由地呼吸 然后就可以避免一些痘痘粉刺 和毛孔粗大的问题 在注意事项中间呢 一个非常容易出错的就是 很多人因为这个经济之间 中间发现皮肤出油多 然后呢又会比较的那个角质层厚 就会过度的清洁 比如说每天洗个三次脸 或者是用一些清洁力比较强的洗面奶 这些呢都是不太正确的科学方法 不太正确的方法 所以就是说最好每天不要超过洗两 多余两次的脸 就算你是油性皮肤也不要超过两次 然后呢不要用太粗暴的洁面方式 因为有的时候就会磨刷膏啊 然后什么全部都上就觉得好像皮肤一定要清理 这个痘痘问题呢也是非常头痛的 因为很多时候一个是因为油脂堆积在脸上 堵塞毛孔 然后会引发一些这个痘痘问题 但是这个痘痘时常呢会随着经济的消失 会慢慢也会消失 所以就不需要大动干戈 如果说真的是非常的搞不好的话呢 就用一些比较轻微的 比如说这个凝胶可以用来局部的点涂在那个痘痘上 然后如果痘痘又比较 还是比较严重的话呢 乳腥也有两个 这个ethnic专门制痘痘的产品 日用和夜用的 那过其他的保养产品呢 一个就是这个童颜面膜中间的这个三宝 是用来清洁非常好 这个三宝呢是中间的这个柔润洁面乳 就是这个最右边这个这个这一管 然后呢敷面膏是这个clay pack 然后还有一个轻柔的这个磨砂膏 非常细腻的就是中间右边这个绿的 还有一个是hydrating mask 你也可以加进去 所以这个同一三宝就是可以帮助皮肤去掉角质层 然后油脂平衡可以清洁一下那个精气的这个油脂问题 另外一款呢就是这个冰河泥 这个冰河泥呢有很多那个 当然如果说你皮肤有一些过敏问题啊什么 还是需要比较谨慎 但是呢冰河泥对这个去油脂清洁毛孔也是非常有效的 然后再到了月经的中期 这个时候呢最主要的就是要镇静安抚 这个时候其实因为皮肤是最敏感的时候 你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说皮肤会就是有一些红啊 或者是你不小心蹭的多了会痒啊这种 所以非常敏感的时候 也是因为身体内的磁性激素和那个黄体素在急剧下降 然后你在中间出血呢也会消耗很多的体力 流失很多的营养 所以就皮肤变得敏感而且干燥 那在这个时候就要加强补水和保湿 选一些比较成分比较简单的精华和锁水 就是质地要清爽一些的面霜 很多如新的产品有这个功能 那比如说这个N-Pen 每天有空的时候就喷一把 早那个坐在办公室也喷一把 然后这个活水面膜是现在断货 但是呢是保水效果也是非常好 然后还有这个芦荟面膜 就是这个Enhancer也是芦荟质地的 那还有一个这个Rejuvenating Gel Mask 我翻不出中文回头我找杰斯问问这个中文叫什么 它也是保水的 然后还有很多其他面膜 比如说水磁面膜 肌肤修复精华面膜 然后还有这个瀑布面膜 所以这一类的东西呢都是在月经的中期 镇静安抚作用非常好的 主要是补水和保湿的 然后在过了这个头痛期之后呢 第一个星期是月经后面的瘦身的黄金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时候皮肤的血流量增加 新陈代谢就刚刚开始又变成旺盛 然后身体就是非常的处于一个非常的 一个积极的状态 所以想要瘦身的话 这个阶段是非常好的 那做这个护理的时候 皮肤和身体呢都可以做一些比较强效的保养 那比如说用我们这个修身养美颜的这个SPA机 Facial Spa和这个Body Spa 这两款机器呢 在这个时间中间呢 是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那蓝胶和白胶大家也都知道 如果是用在面部呢 这个时候就可以帮助你 缓解皮肤的松弛啊老化 去眼角纹法令纹 然后帮助你收眼带 然后毛孔的那个收缩 还有就是去除黑斑和色素沉淀 如果说是要做身体SPA呢 就是要调理经络 然后因为这个蓝胶里面有一些金氨酸 可以导入皮肤的深层去活化细胞 然后促进这个皮肤自身胶原蛋白的形成 所以就会皮肤就会感觉非常的嫩 而且有光泽 然后在第二个星期 这个时候呢身体就是这个平衡状态又在改变 然后呢皮脂分泌又开始增多 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个阶段呢 黑色素会非常活跃 然后会产生很多斑点 所以呢重点护理呢就是要美白 白天呢最好做好防护 然后在室内要涂上防晒隔离霜 因为经常灯光和电脑还有手机都会有那个蓝光 还有紫外线的从窗户射进来 然后晚上呢美白修护也不能少 我还没有找到就是晚上是不是也要用白天的这个 美白的那个精华素或者是那个隔离霜 但是可能也那个逆菌直萃的那款也可以用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十点到凌晨两点入睡 让皮肤达到那个恢复的状态 因为这个时候是身体性虫代谢最好恢复的一个阶段 当然我们很多人都十点不能睡觉 但是争取就是在十二点之前睡觉 还是可以补到两个小时的 然后这个推荐产品呢 如今有很多这个银白系列 这个Triphysic White 我其实就现在用了一款里面一个精华素 就是比如我脸上有很多那个雀斑的地方 我就去点一点 然后呢还有这个茶配 它搭在面膜里面 我们也看到很多我们的小伙伴都是非常钟爱的 我也是每天在 不是每天 每次做面膜都会加这个茶配在里面 然后的另外一个精气 除了精气之外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孕期 因为在特殊生理期 很多很多美眉都是既要保养 还要还要想到这个生孩子 那这个孕妹这个孕期中间的护肤呢 也是比较头疼的一件事情 因为很多准妈妈呢在孕期不护肤 因为是怕担心护肤品对宝宝不好 会通过皮肤 然后对宝宝造成一些其他的不好的影响 另外一个呢也是在孕期中间有很多的事情 就变得非常懒 也是要想这个护肤有太多的事情太麻烦了 当然因为这些事情也是一个阻碍 所以在孕期护肤的时候 其实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想 就是因为你可以保持自己的自信 通过肌肤的提高啊身体的提高 然后心情就好了 然后你心情好了呢 宝宝也自然会更好 所以这个护肤品在孕期呢 是要以温和为准 因为大多数人在孕期就是皮肤也比较敏感 所以呢就是在 在如心产品中间的很多敏感肌肤的产品 是非常安全可以使用的 然后在逆境直萃最近的这款 这三款产品中间也都是非常温和的 所以大部分的产品 在这三款中间也是可以用到的 然后现在也是在做促销 所以就是可以给你身边孕期的朋友啊 也可以送一些小礼品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孕期的营养药均衡 这一点大家也都知道 那我在孕期中间呢 也是看了很多这个 prenatal的什么东西可以吃 然后呢就是定期的要 要吃一些prenatal的一些vitamin啊什么 如心现在我没有看到 但是它有一款孕妇的儒配 在life pack family中间 这款如心的这个life pack prenatal呢 我看它有很多很多非常好的调理方式 因为它考虑到各种营养成分之间的交互和协同关系 然后是非常精心调制的一个均衡配方 然后它的单包装也是非常简单使用 然后可以在产前和哺乳期提供非常好的膳食营养成分 我就现在后悔当初没有揭示到如心用到这些产品 然后在我那个生两个孩子的中间也是吃了不少苦头 然后觉得自己的那个身体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富贵 然后呢在这个生完孩子之后 还有一个头疼的事就是这个认成分 如果你生完第一个孩子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那你就等着生第二个 我就是认成分在第二个孩子生完之后非常明显 然后就收不回去了 这个其实又是通过皮肤在这个怀孕期间急剧的伸展 所产生的一种疤痕 然后这个认成分 当然你能够有效的预防在孕期的开始是最好的 但是就是说在三个月之后呢 你可以就是用一些比较天然的植物油精油 去预防这个认成分 然后去按摩 然后增加皮肤的弹性 我在怀孕期间前三个月根本没注意到这个 我其实前三个月都不知道自己怀孕了 然后在产后呢 要想去掉这些这个认成分就比较困难了 那一个方法呢就是用轻柔的磨砂膏 去把那个认成分周边的死皮去除掉 比如说我们在童颜面膜中间那块非常轻柔的磨砂膏 可以擦一点之后 在那个认成分的那个地方 然后呢等它干了之后 然后再搓掉一些死皮 这是其中一个方法 因为它那个磨砂膏非常柔和 不会就说弄疼皮肤 当然如果你皮肤比较敏感呢 还是要轻柔一点 另外一个呢就是用这个180的洁面乳 我们现在做面膜中间 这个180也常常提到可以美白 那在这个180用在肚子上呢 你就可以就是等于给肚子做个面膜 因为这个里面有非常精纯的维生素C和抗氧化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把那个面膜呢 敷在认成分的上面 然后等五分钟之后再把它洗掉 所以这个180的洗面奶就是非常 这个对这个认成分也是有非常好处的 我也是最近才发现 然后另外呢 如果你有body spa机和这个facial spa机呢 就可以每周隔一天的做一次这个body spa 在这个认成分的地方打圈 每次做10到15分钟 因为这个认成分边上其实就是脂肪堆积断裂的结果 因为当初孩子在出生之前 就会皮肤就非常的紧绷 所以在做这个spa机之后 再用紧肤乳就可以紧致这个皮肤 它能够把这个里面的脂肪打碎排出来 然后再紧致 所以这个spa机是非常好用的 另外呢 还有就是认成分 它不仅仅出现在肚子上 我以前不知道 但是后来我的邻居跟我说 他的认成分全部是在他的大腿的上面 在那个臀部的就是肚子侧下方 我以前也不知道 但是我后来看了连胸部都有可能会 所以就是说这些都是容易出现纹路的地方 所以呢这个宝腿4吧机就可以完全绑倒 在你这个除白白袖啊 然后铲肉的时候呢 就可以在认成分的地方也多铲一会儿 应该可以帮到 然后我想这些就差不多是今天我要分享的 这个经期和孕期 大家要做的一些事情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已经生完孩子 也不会再经历这个孕期 但是如果你身边有朋友啊 侄女啊姐妹啊 这些都可以去分享一下 我觉得会对大家有好的帮助 我当初就是后悔没有最更早的揭示到如新 好了今天就讲了这些 我今后把这个PPT发给甄妮 甄妮可以把它放到那个群里面 给大家